你要看啥呢 有一个是纯金的 然后呢 要不开了呀 想开也可以 但你要答应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挑战买文具 不能小于90大于98 挑战成功 我就给你50块钱买你想要的 如果你挑战失败了 还是站在广场上喊三声 我妈妈最美要最大声 可以 拿一根按牙收拾袋吧 我开学校要用 好漂亮的玫瑰花呀 才4块钱拿一个 这里这么多本子 艾米你不要一个吗 看不上我家有 这边的笔都是12块9 7块9 9块9 14块9的 这个笔我在网上看到过 我特别喜欢 我要买一个 我看看 14块钱 这么贵 就一个红色一个黑色 哎呀 就一起的嘛 我想要 这个笔的呀 严重壁雷呀 就这个笔我买了没几天 然后它就坏了 关键写不硬总断末 是的 12块钱还 里面好多末 然后就是写不出来 我现在才发现 算了吧 你这一个能买好多呢 放回去吧 要退掉 是的 我不要了 看到吗 这个笔它不断末 所以我一个颜色来一只 四只也才12块钱 真的是太便宜了 收入难中 哇 这橡皮好可爱呀 还有纽的尼尔 可惜橡皮你现在用不着了 哎呀 是的 压力山大 拥抱了压力 拥抱压力 逛了三圈 艾米就买了这一点东西 突然觉得我为了你坚持不下去了 要不我还是放弃吧 如果我为了挑战的话 就买一些我不需要的 留着也是浪费 还不如我现在投降呢 你认识了吗 我认识了 反正知道我的 都知道我的脸已经丢光了 我无话了 给你吧 现在我只能吃了糖 姐姐们了 我们应该干嘛呀 去光发喊 走吧 前两次都让它挑战成功了 这一次我总算 反悔了一局 好了 我看到好了 你要往那边走 走到那边人最多的地方 也走了吧 咱就在这里 太丢人了 不行 必须往前走 我妈妈最漂亮 我妈妈最漂亮 声音太小了 别人都在那玩 根本都没听到 你好 那我再来一次 最后一次了 站在中间喊 喊大声一点 我不行 我就到这里了 不行 先往里走 哎呀 去 快点 可以了啊 要喊大声音啊 我妈妈最漂亮啊 哈哈哈哈 不行 够倒霉了 你看我给你省钱了 我还得在这里丢脸 我不干了 好去好算了 我没让你省钱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